飲食和癌症的相关性已逐步得到医界印证 甚至世界卫生组织也把一些食物明确列入致癌物 对此癌症关怀基金会针对小学生及学生家长 进行儿童家庭饮食习惯问卷调查 发现有九成多小学生有喝含糖饮料、吃零食、油炸物习惯 有八成五则是习惯吃加工肉品 容易造成生长发育等问题 83%的家长其实在家中本来就会准备饮料给小朋友喝了 家中其实大概会有24%的家长 其实家里面本来就会常常帮他们准备一些饼干啊糖果啊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精致的甜食 那这些其实对小朋友的生长发育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美国的研究发现只要多喝糖水的孩子 含糖饮料的孩子 他上呼吸到发炎的比例就比其他的孩子高 那也有调查发现这样子的含糖饮料 还会促进孩子的注意力、专注力不集中 甚至改变他们的行为 来郑光环基建会表示 国小是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建议可以参考健康餐盘 将白饭转为全股饭 多吃油脂、蛋白质、水果以及蔬菜 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 明知青年起来 早到辈子台北市采访报道